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集会游行法 社会团体法 代理法 以及都市更新条例 委员会都审议 但是只差二三读 还没有通过人权法案 就会要从头来过 那今天呢是12月10号 就是世界人权日 我们选在今天来开这个记者会 提醒立法院呢 其实现在已经有 许多违反人权公约的 这个法律呢 其实应该要赶快的修正 而且呢 我们今天所盘点的四个法律 基本上都已经在委员会 审议完毕 而等待呢 接下来的二读跟三读 已经尽快的通过 所谓的集会游行 它是一种比较边缘的弱势者 需要的权利 因为如果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没有投票权 没有一个良好的政商关系 没有一个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 我不得已 我只好选择用上解何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每个执政者在上海之前都会希望要求 可是在上海之后 似乎就忘了这件事情 那我们本来认为说 在2016年的时候 这次的命令政府在国会改选之后 其实就已经透过了几位立法委员提出了几位有新法的修正草案 那可惜的是 这个草案其实在大概 10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委员会审查完毕了 但是中间却不知道为什么的整个就延宕了下来 那导致到今天都还没有做任何修正 他们讲这个没有修正其实已经不是贪图政策的问题 它甚至是一个宪法的问题 因为如果根据我们司法院实施718号解释的话 在民国103年的3月 其实就已经有两个条文被大法官宣告威胁 大法官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要求 立法则说一定要在104年1月1号之前 去完成相关的修法 不过到今天其实完全都没有动 那坦白说这样子的一个不作为 我们其实是不太能够理解 它有原因在哪里的 曾经有立委在这一次的那个总资讯里面 特别的提到呢 就是说当初2016年 极有法之所以无法顺利的这个通过的一个大理 就是说有关于禁制区跟那个命令解散这两个部分呢 其实执政党还不愿意让它放手 那但是在这一次的同志群里面 已经有立委意识到说 集会有行权的行使呢 其实有关的就是说 抗争者的声音有没有被政府听见 所以这个就会关系到就是说 要不要设计制区域 以及情绪区域怎么划设的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经济区域划设的太大 像现在的这个草案版本那样的话 那其实就是很明确的是违反人民的和平机会权的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 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谈理法的一个草案 就是一直都没有再继续做进一步的一个动作 在反正协商的过程之后 我们发现了说有几件事情的改变 是值得就是我们给你肯定 一方面就是包括说把这个所谓的公益的目的 它做一个更清楚的界定 界定成的非盈利 那另外一个也把这个所谓的公益 把它当这个从原本的草案设计 当成是一个许可登记与否的要件 现在也把它放宽 把它放收掉 那还有就是在对于最初 内政部所提草案版本里面 有关于说就是把限制行为的利能 是不是能够针对就是 而是要全民人的相关的事项 能够自己来成立社团这件事情 也有了一些适度的一些方块 那另外就是还有关于这个 社会团体的资讯公开的一些内容 也做了一些适度的调整和修正 大致上这些修正 我们协商进行的这个修正 相较于最初内政部所提出的版本 这些修正方式都是值得肯定的 那不过我们也很厉害 但是也很困惑的 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草案 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去 就是让它更进步的一些地方 包括说像是这个 我们的社会团体法 跟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 宗教团体是不是 本质上其实也是一个社会团体 社会团体法的内容 是不是应该当作是 宗教团体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门槛要件 规范的要求 那以及就是同样是社会团体法 那一些比较民意性的一些社团 包括说像狮子会 佛伦社 青山会等等 以及一些比较倡议性的社团 包括说一些人权团体 社运团体的等 目前是把它也为一流 运用的一个标准来做规定 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再次进一步去做 修正去做调整的地方 我们不知道说目前立法院 是不是有意 正被刚刚所提到这两个项目进行调整 但是如果说就是在这两个调整的方向 短期之内万一无法拿到的情况底下 那为什么就是没办法就是继续的去推动 刚刚所提到 团队协商在4月中 所呈现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 为什么也好能继续的进步 让它完成立法程序 有一个新闻就是我们在机场 中有两个中国籍的军团屁股的人士 他在机场已经超过了70天以上 那我们不晓得他还会在那边待多久 那其实台湾在每一年 就台所为自己而言 我们都也大半会接受到 不管是来自中国 或者是流亡的西藏人 或者甚至是其他的来自非洲国家 或者是土耳其人的 其他国家的巡求生命屁股的 巡求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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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关于这个难民个案的一些人造 跟人权的权益的法案却到2018年 今天还没有办法通过 那其实在刚刚提到 两公约的审查 不管是在2013年的审查 或者是第二次的2017年的审查 两次审查的结论性意见里面 审查委员都不断的要求 正应该要进出通过难民法 而且应该就算你还没有通过难民法 之前我们的两公约已经不内法化 那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的第七条 也就是要求任何一个立约国 不可以把人的钱返回 他可能会受到酷刑或不扔到大陆的地方 所以就算没有难民法 政府也应该要建立起一个 这个所谓的 针对什么批用者的钱返回 这样的一个审查 就是更保留 所以马上在2016年的7月的时候 其实已经通过那些某个的市场 并且没有保留任何一条条 那但是至今就是 后来都没有再开启任何的 包括是政党起伤 或者是排入进行任何谈论 所以我们讲到这样的理想 都市更新条例最主要的问题还是 主要还是因为整个 我们台湾的都市更新的政策 它实际上是 由民间的都跟业者来主导 那因为民间业者主导的关系 那所以就会产生巨大的就是利益的冲突 那我们可以其实也可以从就是 立法院会期里面 我们从我们可以从立法院的 桃案里面的版本的数量 有高达 最高的时候有高达20几个版本的数量 可以看出就是那个整个利益冲突的状况 整个利益导向的关系也导致都市更新条例 一直以来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落实居住权的状态 那也因为荣地奖地政策的关系 没有办法让整个都市更新的方向 是以比较低环境冲击的方式来进行 那可是我们从目前的行商版本来看 在好几个委员跟民间团体的努力之下 其实我们还是有即便是非常艰难的状态 但是还是有争取到一点点的部分的成果 那当然我们觉得目前这个版本离 我们理想中的公立跟居住权的保障 还非常遥远 那我们也真的就是希望 就是至少在这个会期 那内政部不要再继续冷冻这个法案 然后可以至少是针对目前我们已经 争取到的小部分的这个成果就是可以让它来通过 那不要再继续让这个链 不要不要让立场 不要让立场因为任何的压力而往建商的部分去倾斜 37条的部分其实就是关于住户在故事更新的期间 要怎么撤销以及在什么时候撤销同意书的这个限制 那原版的条文基本上是保障住户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可以在公展期间撤销同意书 但是目前的协商版的条文其实是让住户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都没有办法撤销同意书的 那这个明显就是我觉得是在这次修法过程当中 比较明显的修二的部分 那我们当然也呼吁内政部在这个写商的过程当中 至少要就是不要让这个条文修得比原本的条文还要更懒 那56条的条文 56条的部分其实就是原本维线争议最大的原条文第36条 就是说强拆条款 那就目前的协商版本来看 很明显内政部是保留了这个条文 那所以我们觉得目前的状况之下 最起码最起码内政部应该要做好 在这个条文里面设置好充分的争议协商的机制 确保充分的沟通 可是很明显的是我们看到 目前版本中的这个争议协商的机制 还是非常的不足哦 期待改善 就是说这一切的立法院 就是的确他们在 他们的确把很多我们关注的人 人权法案必须拿出来去做一些修法的审查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我也觉得必须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假装没有看 解决说他们的确也通过了某一些 其实是人权倒退的法案 和修法制法的修讀 所以这部分当然就是 太永大值的肯定 我们跟过去的立法院相较 它的确是感觉上是比较愿意去 碰触比较多的一些人权法案 或者说自己进行改革 但是我觉得它也有一些 就是跟可能是像资方 或者是这个就是保守势力统协的部分 然后像我们的婚姻安全法案 到现在也都看不到 我们的立法院接下来要怎么做 那曾大明法部分 有人觉得至少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当然我们对于里面的 关于安全第三国的条文是有意见的 但是我想不管怎样 如果今天可以直接就立刻先通过 这个之前就已经没有保留 任何一条条文的法案的话 我相信这件事也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至少让这个一直在推诿 不想要做任何事情的移民属来讲 让他有一个法院依据 他现在就一直说他认为 他好像没有把这个已经 国内法化了两个月 当成是这个国内法的一部分 所以他一直每次这个 要一直推诿说 因为没有奈女法 所以他不能成交不能成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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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